灯花正放 耀鱼池 正式点灯 2020最浪漫的森林灯会就在南轴鱼池 今年的鱼池香有举办灯会 鱼池香公所特别在三域基督教学院 办理灯花正放 耀鱼池灯会点灯仪式 除了邀请知名艺人带来精彩的表演外 主办单位也在点灯仪式启动后 也以放天灯以及烟火秀来作为灯会的开始 今年在乡长极力的争取之下 我们也希望能够来增加一些业间的活动 所以说也跟很多的这些观光业者 以及我们在地的这些产业 跟相公所一起来举办这样的一个 地界的鱼池香的灯会 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观光产业的串联 能够来持续带动整个一个观光整潮 让我们季卫坛在这个鱼池香的一个 旅客的人数都能够来持续的一个增长 先议员谢明某也到场共襄盛举 先议员表示鱼池香第一次办理灯会 在相公所团队的努力下 今日终于办理点灯仪式 并欢迎民众到鱼池香来赏花灯 灯花绽放 要鱼池 2020我们鱼池香首次由我们公所主办的灯会的展示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乡亲有空可以到我们三一神学院来 能够欣赏到我们这个乡长到处去目灯 所以这个灯会很有看头 所以希望我们乡亲在过年期间 他们从1月18号一直到2月9号 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 希望大家有空到鱼池来 不妨可以到我们三一神学院来参观我们鱼池的灯会 灯花绽放要鱼池 鱼池灯会 目前在三一神学院热闹登场 每天都有许多的活动 先议员谢明某也欢迎民众 即日起到2月9号来鱼池 闪花灯 记者邱平逸 鱼池灾访报道